刚才有朋友跟我说 他说如果不吃牛肉的话 怎样够力 怎样身体会舒服一点呢 第一 大家吃素可能被朋友问得多 或者自己问自己问得多的 就是我在哪里吃到蛋白质的 是否有这个问题 是的 其实蛋白质本身 你问一只牛 牛都答到你的 牛牛它那么多 肌肉那么大 就是它在哪里吃它的蛋白质回来的 刚才有人回答的 是草 即是植物性来源的蛋白质 当然我们都不是吐 我们吃什么好呢 蛋白质最擅长的 最擅长的蛋白质 给我们选择的话 我们会选择一些 氨基酸比较齐全的蛋白质食物 所以如果有齐了 九款必需氨基酸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 是需要透过吃食物才能吃到那个氨基酸的话 就有这三样推荐给大家的 第一 大豆 大豆类 即是黄豆制品 大豆 我们可以吃的是豆腐 有没有吃过天辈啊大家 有的 那我上次来吃这里的大的天辈佛河碗呢 我都超开心的 因为我自己都喜欢 常常买天辈来煮的 都是大豆 还要是发烤了的 第一 大家一定是知道有大豆这回事的了 那还有两个 就是开心果和礼物 刚才有朋友说煮礼物吃的嘛 知不知道原来吃开心果呢 真的跟他的名符得很实的 就是他会开心的 吃完开心果的朋友自己会开心的 是的 那因为他帮我们产生到一个开心寒意蒙的 还有开心果是坚果种之类 它都是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所以如果你说 有三样最擅长的蛋白质食物呢 我们就会选这三样 就是黎麦 开心果和大豆 那黎麦呢 通常如果你单独这样煮它 它就大概十三分钟都煮熟的了 是的 那搅拌其他饭放在电饭煲的话 就照一比一水都OK的 是的 好 那还有什么其他蛋白质食物呢 很远的朋友都应该看到图 认到大部分的食物的了 那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 它有一个特点的 首先是没有胆固醇 是的 也都不会有生长激素 而且它抗氧化营养素非常之丰富 也都有刚才说的需要的纤维素 还有它是低脂的蛋白质选择 那低脂的蛋白质就代表 不会越吃越肥 是不是 又不会失血管 那这里我想问大家 如果你认不出图片里面的 是哪一款食物的话呢 现在可以举手问一下 因为都是考考大家认不认得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呢 是叫做天贝 天贝 那就是一个叫做发酵黄豆饼的食物 如果你下次有机会在这里有 有得叫就是天贝的佛陀碗 那平时我们是在街市 或者是在另外 这里冰格都有天贝 可以买到自己回家煮的 那我们会醃了它才煎的 其实它是一个要经过大概 多过两天时间发酵之后 才可以出来给大家吃的 大豆制品 那 而它的益生菌是有的 是的 所以对长度是非常之健康的 第二个有人问 第二个是什么呢 它是中药来的 我们问一下中医师猜不猜到 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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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麻仁 有没有喝过 什么 火麻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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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香港的一些喝粮茶的店铺 有没有火麻仁 它是冷的 又冷又火麻仁 就立刻肚射了 我真的不建议女士 周琦来的时候喝一下 是的 那我们不说冬喝 我们纯粹说火麻仁 它是在种子类别里面 蛋白质最高的朋友 所以如果买到火麻仁 就是去壳的火麻仁 可以灑在你们的每一餐食物上面 它是每一百克的火麻仁 有大概四十克的蛋白质在里面 很丰富的 那刚才说的那个天辈 就是每一百克的天辈 有十七克的蛋白质 那我没有全部背的 但是大概知道哪些特别高 大家可以多些买来吃 是不是 第五个呢 HEM SE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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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呢 第五个 有没有人猜到 好 上面 右边 最后 那个是什么 是 叫做 叫做 奇亚子 它是黑色的嘛 黑色的话 有脏薄薄的圆形 它就像芝麻的朋友 它就叫做 阿麻子 阿麻子的英文是 Chia Seed 阿麻子 不需要打碎 都可以吸收到它的营养价值 包括蛋白质和奥米加三脂肪酸 对我们的心脓血管很好 对腸胃非常之好 阿麻子可以泡水 可以就这样干的 灑在食物上 例如沙律 我们可以用来做甜品 可以做面包 我喜欢用来做早餐杯 是的 还有没有不认得的朋友 不认得哪一幅 是不是全部都认得了 有没有 是 这个有没有人猜到 刚才有人说过这个食物名 下面左边第二个是 白礼物 是的 礼物 那么 最右边 最右 下面最右边那个是什么豆 叫做小扁豆 叫做小扁豆 Lentos 是的 小扁豆 都是煮汤 煮咖喱 我有时 我一半 大概三分之一 放小扁豆 三分之二 就放米 这样去煮饭 都很快熟 都要回答 就是如何食素 可以够力 面色红润 不会贫血 是的 或者血液循環更加好 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 铁质 在植物 食物里面 在哪里有多些呢 第一 是木耳最高的 接着就是豆类 接着就是海棗类 海棗类 是的 海洋植物 右边那个图 就会看到 有些什么食物的铁质 是特别丰富的 而左边 我们就想提大家 和说一个案例 如果大家是喝茶 奶茶 咖啡 在那一餐的时候 一起喝这些饮品的话 你是会吸收不到你的铁质 你知道吗 是的 因为我有个客户 她就贫血 贫血了很久 医生叫她吃铁丸 都吃了很久 铁丸都继续贫血的 没有好到的 来找我 你是素食营养师 我也是吃素 怎样可以吃得好呢 结果我们就在营养配搭 叫她在家要这样配搭 这样吃 她就终于慢慢 割了她的咖啡 都没有喝那么多茶 而且她懂得分时间去喝她的东西 分时间去配搭她的食物 结果她三个月之后 那个血色素就好上来了 已经没有再贫血了 医生都说很惊讶 其实无论是任何年龄的人 我们需要补充铁质 都有个配搭的提示 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将 维他命C丰富的食物 和铁质丰富的食物 放在同一餐 同一只碗里面的话 大家就可以吸收到铁质多三至六倍了 例如我问一下大家 前面那个沙律 现在你有沙律 有没有维他命C的食物 又有没有铁质的食物 可不可以说出来 有生果 有生果有维他命C 然后绿叶菜就有铁质 对不对 这样的配搭 你一起吃同一餐的话 我们的铁质吸收就会好很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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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